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楷書的接筆 或者所謂的折筆部分 你看這個有斜度的還有竖的 還有半邊的 或者是免字步 或者是往右折的 好我們看看像周的這個接筆方式 這個地方 比方提 再寫一遍給大家看看 這樣過的寫法 好看雨的寫法 好 竖點 然後 左點回收 斜切 然後慢慢再過來 有點45度角 短橫 長橫 回收 回來 竖畫的一個 一個弓 弓弦的弓 這是 揭筆方式 那我們看看比如說我們寫一個東的寫法 往上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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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地方 下來 斜 斜 中 慢慢慢慢慢慢晃出去 這是東 好 我們看看這個 比如說 葛 葛的寫法 葛的寫法 有一點斜度 有一點斜度 過來上去 一畫 手筆 這是揭筆的部分 揭筆 揭筆 好 我們再看看 我寫一個 循字的寫法 往上提 接 接筆回來 這裡面有兩個接筆的部分 第一個是上面的布索 在這裡 另外一個是 口字的布索 好 我把某些圍錄 我把某些圈放在裡面 那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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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